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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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跟教會的大家去交遊 那這是今天的開車的歐巴 啊 我們現在剛到活動現場先吃東西 這個便當超豐盛的耶 我們等一下玩團康遊戲要先學這個 就是一些互相了解的一些問題 像是名字是什麼啊 興趣是什麼啊 喜歡什麼顏色像這樣之類的團康遊戲 剛剛自我介紹完你們現在在想團隊名字 好讓我用大學 那一組他們去的名字很好帥 我們這組叫做BOOT 我們現在在想團隊名字 就像我們在想團隊名字 我們是Gaigman 喜歡的動物來了 他們現在要把這個答案告訴主持人 簡單來說就是要猜中他們喜歡什麼 用搶答的方式 一個 � epic 他們剛剛用力壹寶然後 你要從裡面猜得出來 他們 출過答案 誰只是參 wir啊 誰覺得出來啊 ordnung大學 再次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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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猜中現在播的哪一首歌上去唱 然後不能看歌詞 重點 用這個組字來猜歌 重點 完蛋了猜中 可是不會唱 好 重點 現在搶答一開始寫的題目 我不是寫很多像是我喜歡的藝人啊 或者是我會的料理 打名字唸出來 然後讓大家猜 比如說剛才講到我的名字 Erin最喜歡的是誰 然後大家就來猜 然後就有人猜對了 我們現在活動終於結束了 現在時間是半夜一點半 我真的覺得我在大學營隊 可是這不是大學營隊 這是成人的 就是在工作的成人的營 哇 太強了 這裡是教會營會的宿舍 有客廳耶 廚房也有 然後睡覺的地方是鋪床 我剛剛在想說燈在哪裡 找不到燈原人在這裡 那我也差不多要睡覺了 明天要繼續拍 早安 我們先來看的是 早餐的韓式傳統食堂 吃什麼 飯 菜 這個是很像是鳥蛋 跟燉肉 泡菜 一定要有的 最後是海帶 海苔湯 這是我早餐的份 這個海苔湯啊 我之前就有聽說 在韓國早餐會吃這種海苔湯 就是很健康 他們生日的時候也會吃這樣子 你會吃飯 可以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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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概早上九點左右 我們現在要往運動場的方向去 待會好像有運動比賽之類的 要拔河 其實我沒有聽得很懂 不過就先跟著大家走這樣 現在走在路上有個小確幸 你們看這個 這個是栗子 超多栗子在掉在地上 整個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不太確定栗子沒有煮過 能不能吃耶 有這樣子 一團球 好刺喔 然後裡面看起來包著栗子 然後掉下來之後就有栗子可以撿 我先撿一些回去好了 再看看要怎麼炒 感覺就是這個爆開之後 栗子跑出來這樣 這是路邊的香菇 哇靠 這麼大顆 好可愛喔 基本上 為了 我會讓你做出生意的 3,4,4,4 C 3 1 2 2 2 1 1 2 2 3 我們現在在玩的遊戲就是把頭套在那個洞裡面 然後兩隊計時看誰花的時間比較少 對有就來自民 怒怒聲~~ 聽起來 說一句嘟~~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 喔! 再來一次跳繩遊戲 看可以進幾個人 然後總共幾下分AB兩隊這樣子 喔! 好久沒有玩了 好! 出來了! 喔!出來了! 出來了! 喔! 出來了! 現在是在玩躲避球 天啊!我過小以後就沒有在玩過了 我剛才上一場還帶到最後 可是我沒有接球能力 所以在裡面完全沒有用 有了!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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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這輛車有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在這一群人 下去上廁所 對! 順風! 掰掰! 那我現在後面這個遊戲呢 是大家一人一手拿一個繩子 然後一起彈那個球 看哪一隊可以在一分鐘之內彈最多下 那剛剛我那一隊是五下 喔!超難!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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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 準備!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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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最後一個遊戲了 接力闖關 等一下拍給你們看怎麼玩 穿過這裡 接力第二關 搖呼拉圈十下 Fighting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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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試試看 剛剛播好的例子 我旁邊的OBA說好 我來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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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吃 嗯! 蠻甜的欸 口感 好怪喔 可是還可以 有栗子的甜味 可是又有一股生味 那個生味很像酪梨的味道 對 很多果油的那種 我已經好久沒有運動這麼多了 我覺得 今天晚上應該可以睡得好覺 WOW! 難怪 我剛剛在山上就聞到烤肉味 原來是這邊已經在烤肉了 而且有這個特製的烤肉架 WOW!這種排氣直接這樣往上 哇!我真的第一次看到欸 跟我們平常會使用的那種烤肉架好不一樣喔 竟然是牧師在幫大家用 真不好意思 WOW! WOW! 這個香味 這個聲音 這邊已經烤好一輪了 這個是肉三吧 烤板豆腐 我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也有像這樣跟客人去烤過肉 我覺得韓國人每個都是烤肉大王 尤其是男生 最後的是豆芽菜煎餅 還有做的這個很像蘿蔔糕的東西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BBQ我做煎餅的 你們有這樣吃過嗎? 這個都準備好了我的天啊 醬料 包肉生菜 簡直餓到不行 可以直接吃了 還有泡菜炒飯 還有泡菜炒飯 肉真的很好吃欸 最後啊這邊還有番薯 喔~~超燙的 這個番薯就是在那個大烤爐下面烤的 很像我們在控頭油那種 最後真的超像回到古早味 很燙 我看其他韓國人吃 他們會用剪刀把它剪開 我看其他韓國人吃 他們會用剪刀把它剪開 像這樣 好香喔 好甜喔 現在大家已經在收拾 差不多要回去了 那我自己覺得這次跟著過來 真的還蠻感恩的 因為其實 我原本一直很猶豫 我到底要不要報名 就是我已經有心理準備 大概 60%以上 我都聽不懂了 但是 裡面的人真的都很好 就是 就看到我一臉疑惑的樣子 就會過來幫我這樣 那也藉這個機會 介紹給你們在韓國 平常團康都玩些什麼 對於有需要辦大活動的人 這裡面的遊戲 也可以提供給你們 作為一個參考喔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